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政治家的报道 文章介绍 具有一位白宫官员透露 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在周一将前往巴黎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与欧洲官员就中国和其他外交政策进行会晤 奥布莱恩还有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博明将访问法国 而博明将与奥布莱恩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安全同行进行会晤 美方关于中国的问题将由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博明来介绍 他将重点讨论西方在中国在5G还有供应链等多个领域的竞争 以及其他多边问题 比如美国在德国和阿富汗的态势 而在欧洲国家建设5G网络时 美国一直在向欧洲施压抵制使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川普总统在上个月表示 他计划从德国撤军九千多人 美国大概有三点五万名美军以及家属驻扎在德国 两党的参议员都谴责减少美国欧洲存在 因为咄咄逼人的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抱怨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军队数量太多 奥布莱恩此行将带去一些记者 还有新任的国安委欧洲和俄罗斯事务的高级主管瑞安塔利 这将是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 奥布莱恩将于周一上午抵达法国 并在当天晚些时候参加双边会议 然后奥布莱恩和博明两人将于周二和周三 在法国政府大脑内与欧洲的官员进行集体会面 这至少是数周以来的计划 奥布莱恩此行还将分别会见其他几位美国以及法国政府官员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乌里奥特表示 他也将参加自行 同时他说奥布莱恩大使期待着本周在巴黎 与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同行进行深入的会晤 以解决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 包括中国俄罗斯阿富汗电线安全中东北非 以及针对疫情的应对和恢复等问题 虽然现在欧盟方面慢慢允许更多的国际游客入境 但是美国由于仍然未能够遏制本国的疫情传播 所以现在仍然是无限期的阻止美国人来访问欧洲国家 欧洲的旅行限制每两周审查一次 当被问及为什么奥布莱恩要亲身前往法国 而不是通过视频会议进行时 他表示亲自出面说明情况更有利 个人的外交是无可替代的 没有办法通过Skype来做到这一点 而奥布莱恩最近一次旅行是在上个月底前往亚利桑那州 他在那里向一小部分社会听众发表了一次强硬的对中国演说 随着中国问题在白宫的议事日程上有所加强 现在博明在白宫中的角色也有所凸显 根据两周前白宫方面公布的白宫员工薪酬单 博明的工资是十八万三千美元 属于白宫薪水最高的官员 和他并列的有比如库德罗 纳瓦罗还有奥布莱恩还有幕僚长梅多斯等人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一条消息 现在一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了两国建交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甚至有人说这已经是至暗时刻 在北京时间七月九日 中国的公共外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一次视频论坛 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 而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外交部的前副部长傅盈做出了发言 他表示现在中美可能还不是最低谷 而现在面对美方挑战 傅盈表示中国应该主动出牌 据悉出席视频论坛的还包括中国的外长王毅 以及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 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等人 傅盈在讲话中表示 观察美国对中国态度的演变趋势 可以看到两个方向的推动力 他声称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鹰派为主导 把中美关系持续推向对抗 持续推动脱钩 他们对中美关系政策发挥的作用是减耗 把中美关系往对抗的轨道上推 而且毫不犹豫不考虑后果 听任这股力量发展下去的话 中美关系进入恶行竞争的轨道恐怕难以避免 所以中方面临着如何做出回应的问题 他们往这个方向推 我们和他们反抗斗争的过程 实际是在加快这一走向和对抗的节奏 而另一股力量则是相对理性的 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 敦促中方修正自己 这个方向看似理性 但是顺此发展下去 不能排除美国方面要持续提高要价 将经贸科技领域的合规压力 外移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傅盈声称 未来两国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分歧 还是分道扬镳 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而有彼此联系的体系 如果出现后面一种情况 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 还有现存体系的瓦解 他表示我们经常听到欧洲日本等国家对出现中间地带表示担心 他说大家都比较纠结 因为其他国家不愿意看到中美分裂 不愿意选边站队 傅盈表示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所谓的近和关系 也就是大国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 其中有竞争 但是可控 同时保持必要的合作 然而目前美国官方这种意愿比较弱 美国人非要说竞争 中国一开始不愿意接受竞争的概念 希望主导面应该是合作的 这是中国人希望的 这样就能够形成大国间的良性竞争关系 但是问题在于尽管中国有这样的愿望 面对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以及国会释放的声音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傅盈表示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 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 傅盈说中国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 主动提出能够维护中国根本利益 同时也可以解决美方合理关切的方案 因此在会上他提出了四点建议 他说中国应该不仅仅对美方的挑衅 做出被动回应 要考虑主动出牌 推动在关键领域的对话 彼此真正倾听 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 他说采取主动并不是说我们也要对抗 而是我们做出的选择 或者主动做的一些事情 首先要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 同时也要考虑解决美方的合理关切 还要符合世界和平的方向 第二就是刚才谈到海上安全问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 中国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海军成长比较快 必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 大家都很担心中国海军力量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中国需要让好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 尤其对海上的索求和利益的边界要更加清晰 使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主张和底线 第三就是面对后疫情的世界需要尽可能多的开展磋商 要协助解决各国问题 多做加法 承担合作性大国的责任 傅英说在全球层面对话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不能阻碍他们 政府一定要摆出积极的态度来 第四要增强中国的国际形象 树立自己的形象意识 傅英表示我们有的时候听到批评或者是说法容易愤怒生气着急 其实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中国不了解 我觉得这些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努力 而关于美国是不是衰落 傅英则表示美国现在有很多困难 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处于调整阶段 能不能调整能不能恢复 这是美国自己的事情 这不是别的国家说什么能够决定的 同时他表示中国现在国内也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 今年要完成脱贫攻坚 还在制定十四五计划 自身的任务也非常重 因此他说我们中美两国没有必要互相去踩对方 各自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同时相互合作 从积极的角度去帮助世界 这是两国应该有的姿态 而最后再要简单为您关注到的是现在中国遇到的自然灾害 在七月十二日临时 中国博洋湖标志性的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 湖水已经漫过了一九九八年洪水位二二点五二M的标记 这标志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水位突破了由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而目前水位仍然在上涨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七月十二日文章表示 受到持续强降雨还有上游来水叠加影响 江西境内河流水位出现暴涨 截至七月十一日 江西全省河道超紧接站达到了三十二个 河水汇聚导致博洋湖水位迅速上涨 而同时长江干流也对博洋湖形成了顶托倒灌 导致水位持续抬升 博洋湖的水位突破了一九九八年洪水位时间 比预期提早了十六个小时 而江西省在七月十一日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省委书记刘琪特别强调 全省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战时状态 关键时候各地各部门将全力展开抗灾救灾 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则表示 与一九九八年相比 湖区无论是低防还是抗洪抢险设备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会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全力迎战超历史及值特大洪水 另外根据刚刚发生的消息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在七月十二日六十三十分 在河北唐山市的古野区发生了五点一级的地震 震源的深度是十千米 有不少身在北京的网友表示 在北京也有震感 目前有关于地震的强度 以及更多的伤亡数字和损失情况还没有更新的信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